凯迪原来是女人物 来看今天粉丝举报 渊源相报何时了 这孙策自作孽不可活啊 人家猴子都快死了 你还去抢雪豹啊 一看就不是上大分的人 下一个 这样也行 我来试试 狗头 炸弹 发送 我靠 还真是炸弹狗 兄弟们 这是真的 你们也快试试吧 下一个 第三名 传送 玩家可以在地图上任意位置 一旋律有方进行传送 三秒后到达目标地点 这个技能非常适合支援或者逃跑 这颗机五年前就消失了 而接下来的这两个被删除的技能 让很多玩家都后悔 为什么没有扫紧呢 第一个隐身是什么时候出的技能 那个惩戒和传送我都用过 但是那个隐身我是听都没听过 兄弟们 你们知道吗 下一个 这又是什么时候出的雪地模式啊 不应该啊 这雪地连地图都看不清了 应该是bug吧 下一个 我靠 这么仔细一看 孙策跟他还真像啊 尤其是晃的那两下 我还以为本色出演呢 下一个 虾谷中被更改信别的英雄 玩了这么久的游戏 才知道凯爹原来是辣妹 然而最后一名 连物种都变了 第一名 木枝红木 原本的他高原局大长腿 令多少男玩家沉迷于情争 而到了国际版 直接化身肌肉大汉 这片话 不知道活武的男可思们 能不能顶得住 第二名 凯 国服的凯 人见人怕 人人见了都叫爹 到了国际服 就变成了人见仁爱的黑色辣妹 好家伙直接从凯爹变成了塔 凯爹你确定 你不是偷穿了桑木兰的衣服 没想到啊 凯爹一世英名 到了国际服居然还穿黑丝了 还真变态啊 以后都不忍直视这个英雄了